沿途抛洒40多公里 等到高速交警拦下这辆车时 后方已有100多辆车遭了殃 有司机发现 他车子的其中一个轮胎上 扎进了30多个螺丝钉 惨不忍睹 车子排着长龙靠边停着 把前往处理的民警都看呆了 记者获悉 这是浙江省高速因抛洒物 导致车辆受损最多的一次 直至昨天凌晨近3点 200多位工作人员花了5个小时 才把满地螺丝钉清理完毕 交通得以恢复 晚上9点35分 绍兴高速交警终于成功拦下了赵氏车 大家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 像这样的事故 这么多车子受死 到底由谁来赔 由于赵氏货车未带货物险 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不过有律师说 就算没有货物险 这类事故保险公司也是要赔的 最后如何处理还没有定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